我們就要來開箱我們的房間 我的房間呢 是有這個密碼鎖的 因為我的體質 就連在家都會被規模 我要去很多廟 求這麼多贈助的 才可以睡得好 這種措施應該只會在MOTEO看到 但是我們家竟然有 HELLO EVERYONE 歡迎來到雨溪的頻道 之前呢 我們拍過家裡客廳的開箱 那個時候呢 就有承諾大家說 如果按讚數超過 是5000嗎 反正就是有超過那個按讚數 我們就要來開箱我們的房間 但其實我已經有達成承諾了 就是在這一集的風水中 我有很簡單讓大家 快速的看一下我的房間 但還是有人覺得不夠 想要看我房間更多的細節啊 包括擺設啊 還有我房間都會用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那這一集呢 就帶大家來詳解我的房間啦 進入之前 我的房間呢 是有這個密碼鎖的 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家是工作區域跟住宅是在一起的 會有其他的工作人員來 畢竟你看 這邊都是房間 有時候就是 欸我說 欸指揮廁所在哪 他們有時候可能不小心就會推錯 那我們現在就指紋辨識 再給大家解決看看 進來我的房間呢 就是可以發現我房間的門口 擺了一個 全天上地保平安的 因為其實我本身呢 體質蠻敏感的 幾乎每一個門 都會放一個這個 保護的一個屏障的概念 那一進來呢 就是床的右手邊呢 這一區就是我的床頭櫃 我真的超在意我頭髮的髮質 我平均一個月會護髮 到外面喔 髮廊護髮大概兩次到三次 那我自己本身居家保養也是超狂的那一種 這個是噴霧型護髮 乳液型護髮 護髮油 護髮膏 而且我的護髮系列的東西都超級香 這個真的超推 你看 有 它就是色香 其實我非常喜歡色香這個味道 然後這個也是我在一間髮廊 有點忘記是拿 然後買到的那種乳狀的護髮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些精油啊 跟這個吸鼻器 因為我有時候常常會覺得胸悶 或是頭痛 然後我就會這樣 再來就是這個油 常常搭配刮沙 或是我會按摩我的胸部 搭配個乳液啊 也包括擦身體什麼的 都是我睡前會用到的東西 那這個上面的話呢 其實就是一些小擺設啦 跟一些永遠不會看的書 擺在這邊擺好看的 然後還有一個投影機 好 那我們來看床的另一側 你們看我的床很大吧 我的床呢 是Queen Size 因為我當初在台南的時候 睡一般的床 然後我跟我姐一起睡 超級 那時候我就例子說 我長大為例 要買一張Queen Size以上的床 所以 這個夢想就太不實現了 那在這個床的另外一邊呢 也是我的床頭櫃 這一區呢是解憂區 這個是睡前的枕頭噴霧 就是還有加很多 例如像什麼薰衣草 或是其他的一些花草類的 混起來非常舒服 那睡前的時候呢 在你的枕頭上有沒有這樣 噴個兩下 嗯 這個很放鬆 不要懷疑真的有差 不是智商碎 然後再來這個 我真的超喜歡買一些 刮沙的用具 因為我非常容易頭痛 這些刮沙用具 我就買了一整堆 每一個呢 都是對應不同部位 這個啊 在刮頭的時候 有沒有 舒麻的 然後這個是很適合刮手 嗯 是不是很爽 有點麻麻的 是不是很舒服 而且這個超便宜 它不用一百塊 當然不是有時候 我會掛一些平安符在門那邊 因為我的體質 就連在家 都會被揮 我要去很多廟 好 求這麼多鎮住的才可以睡得好 你現在知道那個睡眠噴霧 哦 原來這個用處 那個不是智商碎囉 那這一區呢 就是按摩椅 一個月可能大概就做兩三次 但是呢 擺在這裡就是 帥氣 好看 好 我知道很多人會問這個 這個呢 是一個電熱毯 冬天跟那個來的時候特別是不用 因為我以前都是用熱水袋啊 那我有一次就是在裝熱水袋的時候 我沒有蓋緊 放到肚子上的時候 它溢出來 那個熱水整個燙到我肚子 所以後來我就是去買了一個這個 隨時就是放在這個 比較少做的按摩椅上 登登 再來這一區呢 就是我的辦公圈 這一整套都是 技嘉爸爸的配備 其實我大概在五六年前 就有跟技嘉合作過 他們家的主機 因為要更新電腦 所以才又再買了一台 我就喜歡配成套嘛 螢幕啊 滑鼠啊 鍵盤啊 耳機等等 就一起一整套戴了 那這邊呢 跟大家特別分享一下 這一次的機殼 有沒有覺得真的超級帥的 而且你們看喔 它可以這樣子打開 關起來呢 就可以有效的隔絕灰塵 那其實最厲害的呢 當然還是技嘉他們的主機板 供電是採用先進的散熱設計 像我現在有在掛天堂啊 或是掛劍林啊 我都是24小時一整天不會關電腦的 是不是真的都是冰涼的 對 它的散熱效果真的做得非常好 這個還不是最厲害的 它的主機板呢 本身有WiFi61的無線網路 所以大家可以看啊 我原本的網路線在那邊 我是沒有用網路線的 我是直接連WiFi 但是你們看我的遊戲 完全沒有卡頓的感覺 非常非常順暢 然後剛剛也在傳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載速度現在有155MB 然後上傳有49 表現真的很優異 然後我這個螢幕呢 一樣是技嘉的 是M32U 是為電競而生的螢幕 畫面啊 跑起來真的很順暢 完全不掉針 顏色的還原度我覺得也很高 不只如此哦 按一下Setting 各種可以做調整 非常讚 那像這一台主機呢 我當作預算是開差不多3萬多塊上下 因為我主要就是處理文書 上傳影片 還有可以跑遍市面上8成到9成以上的遊戲 我就覺得OK了 個人覺得這一台CP是真的很高 然後外觀又很帥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下面我資訊欄也會放連結 讓大家參考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去下一區囉 再來這一區呢 就是我最愛的豹哥們 喜歡到我每一隻都幫他們取名 例如說像這一隻巨寶 然後這一隻 反正就很恐怖 好 然後我過來看一下我的寶庫 命女老師來看過說 這邊是我的財庫位 所以這邊呢 我就放我的大小印章 唇折等等 然後再用這個去催化 在它的下面呢 這兩個東西 像平常我是不是久坐 那我腳後跟會不舒服 我就可以佔這個 而且它可以調整 這個平常對拉筋真的超棒 然後這個呢 是什麼你知道嗎 歡迎來到 灼熱地獄 快點很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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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呢 是這個房間附的更衣室 原本我覺得非常非常棒 就是有把這個小空間做一個運用 但是呢 把這個門打開 那個冷氣也很難流進來 現在最近超討厭在這裡化妝 因為真的很熱 比較特別是這個啦 在我放耳環的地方 一格一格的被收起來 因為我耳環蠻多的 然後最上面這邊是收戒指 然後在這邊這個我也蠻推的 是項鍊的收納盒 需要的時候啊 不用轉 是不是很方便 這一區呢 要給大家看我厲害的分類 這個就是放法庫的 欸 你看我買東西真的很愛存貨耶 冬天買的大浴甲 我還沒夾完 因為我只要遇到喜歡的東西 我真的很喜歡包色 這故事只是告訴大家 不要像我一樣 再來 另外一區這邊打開 全部都是銀眼 上面的話是 還沒有用到的保養品 比較特別是這個推車啦 不是我整理的 是大少年整理的 他把我平常會用的睫毛 一盒子這樣一個一個放好 然後還有我的面膜 手膜 全部都收在這邊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去囉 看廁所 必須說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廁所 第一個優點就是他真的很大 他大到很像一個單人間一樣的大小 第二個最大的優點就是 鏡子真的很大 會讓我看著覺得心情很好 而且會讓整個空間又更放大的感覺 再來就是呢 他的這個洗手台啊 板面讓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質感 而且他也很大 所以你們看 儘管我東西再多 我都還是放得下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檯面上的東西 這個 就是 音響 沒錯 因為我很喜歡泡澡 一個禮拜呢 大概泡到三次 冬天可能幾乎天天泡 那我就很喜歡在廁所裡 就是放音樂聽啊 或看劇等等 然後 因為我就是會在這邊嘛 做一些熱造型啊 夾頭髮啊 有的沒的 所以 我所有的髮品區都在這 這一區呢 就是我的卸妝保養區 那你猜一下這個是什麼 打 砲 雞 打 砲 雞 砲 砲 砲 不是砲 砲 是用來裝我牙套的 因為我現在有在帶影視眉 我會把專門清洗影視眉的那個清洗錠丟丟進去 接下來呢 就是這個廁所神奇的地方了 這種措施應該只會在MOTEL看到 但是我們家竟然有 那這個呢 是我買來防震行的 這邊呢 就是我平常在洗澡的地方 它呢 是有蒸汽的 所以 冬天的時候呢 我就會進來先把蒸汽打開 讓它熏滿整個空氣 熱熱的 我再進來洗 所以冬天完全不怕冷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真的超多瓶瓶罐罐的 其實呢 我洗澡非常講究儀式感 我沐浴露可能就準備四五種 洗髮精就準備三四種 步伐的也準備好多種 洗臉的也準備兩三種 為什麼 我每天都要根據我當天的感覺 心情去做不同的變化 雨嶺就是這麼累 妳有那麼累嗎 一種 妳只有一種嗎 對啊 洗髮一種護髮一種 對啊 怎麼可能 真的啊 大部分人應該都是 都是 大 好 那來到浴缸處 要再特別講一下 就是這個 我會喜歡各種按摩的東西 所以這個當初按摩器 一出我也有買 然後 兩種 我會邊泡澡 邊去角質 然後刮個腳皮 等等 這個浴室其實最漂亮的時候 不是現在晚上這樣 我最喜歡他早上的時候 因為他幾乎是接近兩大面的採光 像我有時候早起 我一打開門 我就哇 美好的一天 真舒服 這樣 最後這邊就是有 別字滿痛的 這沒什麼好講吧 好啦 那今天呢 我們的房間完整的介紹 就到這邊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欸 更滿足你們的好奇心了 然後讓你們有一窺究竟的感覺 也希望大家就是看得開心啦 最後呢 一樣 不忘要跟大家分享這一次 我們整套技嘉的產品 都會放在資訊欄 有興趣的朋友們 也可以去看看 然後補充一下 他這個主機板 你知道他多厲害嗎 他無需安裝處理器 記憶體 跟顯示卡 就可以更新BIOS 真的是超方便 我覺得技嘉現在真的是 技術越來越厲害了 好 那如果大家也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任何意見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喔 那還想看我拍什麼 欸 當然也可以留言跟我說 也記得追蹤一下我的IG UCCU0323 平常呢 就會更新很多我的生活照啊 還有我們有團購的相關資訊 也都會放在上面囉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Welcome 他黑啦 太黑了嗎 因為 殺人黑啦 欸我真的哏覆很久啊 你出國 欸你出國請假十天 我很想你 你知道嗎 沒有你在 我根本沒辦法拍片 我真的不能沒有你 這輩子都不能你看